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台股下個禮拜一就是要封關的最後一天的交易日 結果在今天倒數第二天美股又再度搞了一個飛機 上市跌了1170幾點 昨天又跌了超過1000點 創下美股有史以來的第二大的一個跌幅 所以雅谷今天又全面跟跌又倒一片 我想這是非常正常的 那早盤最多跌了大概接近350點 但是還好 還好 年限的部分又再度發揮了一個支撐 所以跌破年限拉上來 那收了一個非常長的下眼線 而且收了一根紅K棒 那中場的指數跌156點 大概拉了大概190點上來 那成交量換手量又出現 成交了1511億 所以呢台股大概就是因為要封關了嘛 所以我就說我想在封關之前 你說要強力B型反轉時間並不夠 但是我的看法跟前兩天都沒有改變 你跌破年限 它就有最強力的支撐 在這一邊 你真的要強力灌破年限 那個機率是非常非常的低 因為收穿的美股其實 它即便是昨天又跌千點 應該說今天凌晨 但它依然是沒有任何利空 它一直是反應基本面太強勢 薪資結構上升 失業率降低 那GDP成長還不錯 企業的獲利都不錯 所以呢市場聯想說 越來越接近要進一步的升級 所以呢那種恐慌式的那種 漲多的那種恐慌式的氣氛 氛圍導致股市大敵 那為什麼總是可以 就是說波動這麼大 當然因為今天的美股已經是25000 26000 24000點 已經不是一年多以前的1萬多點 所以呢 漲了非常的多 那指數也高了很多 所以同樣的幅度 那震盪的一個點數當然就變大 這是第一點 第二 今天中國大陸的經濟學家 非常有名的陶先生 我想他在今天就有一篇評論的文章 他就有非常明白的指書說 每股波動之所以這麼大 百分之 大概90以上都是由城市交易所造成 因為他說美國的股市現在平常 大概有超過五成的交易 就都已經是城市交易 而當進入一個大行情大震盪的過程 大概九成以上都是城市交易接手 所以當市場恐慌 殺破一個點位的時候 城市交易 完全不含任何感情 該砍就砍 一路追查 所以呢 讓那個 就是說那個震盪的幅度是 越來越大 所以常常超漲 也超低 這是第一個 第二 現在大家很多人都買過ETF 正向的反向的 都有 國內國外的都一堆 那ETF叫做被動式的一個基金 簡單講就是說今天 你不想去買個股 你不懂得做研究 你就去買一個一籃子持股的ETF ETF呢 被你買了之後呢 它等於基金規模變大 那它就必須要再去買股票 所以大家買ETF的一個金額買越多 它就買股票買越多 所以這就變成一個行情的助長 所以當ETF規模越來越大 買什麼 FANG買台機電 這種大型的股票 所以當強勢多頭在供的時候呢 助長一路漲一路漲 一路漲 可是當市場發現說 好像好像因為震盪反轉了 今天的時候 趕快賣掉ETF 那金額人怎麼辦 反手再幹掉 它的一籃子的標的 所以又開始賣FANG 又賣台機電 所以又變助跌 所以呢一來是ETF的助長助跌 二來是城市交易 毫不留情的 該追就追 該殺就殺 就造成這種行情非常大的一個波動 波動 這種未來很有可能就成為常態 尤其是台股也已經不是五六千點 是一萬多點 同樣的3% 五千點是150點 一萬點是300點 所以那個震盪的幅度當然就變大 所以大家變成就是說 你要提早去適應 還去適應 那我還是要強調就是說 那這一次它下來 說穿了就是說它五官基本面 是漲多的修正 那主要是美股的因素 但跌下來的過程 它造成了 強弱勢股或者好壞股票 它的一個分水理 因為陸續嘛 公布營收 公布年報 第四季的獲利數字 陸續 大家在未來這兩個月都會出來 所以呢 之前漲很兇 有題材有氣勢的標 誰管你基本面 虧錢的造標 比如說3374 精彩 之前標到106塊半訴求 三體感測 人家營收真的 第四季的營收真的 比上半年大概成長一倍 結果呢 第四季公布獲利0.28 法說說 第一季淡季 一路到第二季 才會見底 所以看起來上半年要虧錢 所以一路虧錢的公司 一個題材就可以漲到1.6.5元 結果呢 你說大盤不跌都沒有關係 一旦跌的時候 大家就要蹭金蹭了 那跌時要種植嘛 能不能撐得住 要看你的財報表現 所以呢今天還在跌停板 就是我說的 就是說這種 好壞股票在這邊會分道揚標 那強勢的股票 比如說我們賣掉的漢訊 1月31號 1月最後一天賣掉175 賣完之後一度的 在昨天跌回 大概148 結果今天呢 要收178 而且 是再度漲停板 那當然呢 我們賣175 今天收178 其實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們並沒有說真的少賺多少 但是我要說的是 為什麼人家今天漲停板 因為人家公佈原月份的營收 11月的營收3億多 12月份跳到9.14億 所以股價因此 因此 就這一段 這一段 聯漲市跟整理 再不要到194 就是因為 這個營收 衝到了9億多 所以因此股價從90 漲到190 漲了一倍 結果原月份的營收 又再度跳到11億多 所以呢 從3億多 之前的營收高點是5億 結果呢 12月份已經創了9億的新高 幅度已經非常大的 結果1月份又創了11億 所以今天股價漲停板 非常合理 因為營收真的好得不得了 而且它的年增率是多少 880% 比去年同期營收成長的超過8倍 所以這真是一個非常誇張的一個成長的幅度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說 為什麼漲停板 因為人家有營收 因為人家有獲利的數字 因為挖礦的訂單做不完 因為缺貨所以漲價 結果面好得不得了 所以就算大盤跌翻了 人家照樣漲停板 那為什麼精彩跌停板 因為呢 它的營收也不行 它的獲利也不行 要進入淡季 所以呢 終歸到最後 未來整個市場的結構 你要搞清楚就是 因為法輪的比重很高 那法輪現在有很多 在搞所謂的被動式的基金 就ETF的部分 那又有很多現在是城市在交易 所以變成就是說 行情在漲的時候常常超長 跌的時候超低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你自己就要有一個很強力的中心思想 你要很確定就是說 今天你買的股票的理由是什麼 你看好是什麼原因 如果只是題材 當然題材過去的 你該賣就要賣 如果你很清楚你買的股票 它的基本面非常非常好 它的股價還是被市場所低估 所以短期的震盪 可能它會跌下來 但它完全無損於它的基本面的一個走勢 後面呢它終究會漲回去 那這個現在這種市場的結構 變成就是說 你要對基本面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 你才有辦法 在這種非常大的波動的行情裡面 去搞清楚就是說 你應該要做什麼股票 應該要怎麼做 什麼股票應該要賣 什麼股票應該要買 而且就像我說的 大跌它是危機當然也是轉機 因為好壞股票今天一大堆 早盤一度都跌停板 比如說我再舉個例子 普瑞 昨天公布去年賺25塊 好的不得了 結果今天開盤進來跌停板 說實在的我真的很傻眼 雖然我們目前沒有買因為很貴 所以過年前我也不讓會員買這麼貴的股票 結果呢 果然尾盤一度翻紅 那我跟我一些 就是同業很厲害的一些朋友 我們就在聊天 我們說那為什麼要跌停板 結果後來又翻紅 那為什麼前面要跌停板 那完全沒有利空 只有利多 它卻跌停板 這指說明的就是說 市場現在是非理性的 那非理性的過程 如何要防止自己 錯殺在一個低點 那結果股價拉上來 比如說5299 捷利 營收創新高 開盤差點跌停板 那結果又翻紅 這一來一回 876到最高點86塊 又差了10塊錢 幹在地板上的今天不是跑去撞牆 所以就是說現在 變成股票操作是越來越不容易 因為常常會看到操漲 可能會知道操跌 那操漲你容易迷思去追 結果最後套牢之後又操跌 你又幹在最低點 一來一回可能光現股就可以差3、4成以上 融資大概一次就已經陣亡了 所以現在並不容易 所以你真的要仰賴專業 所以話說回來我就說 殺下來是轉機也是危機 是危機也是轉機 你要化危機為轉機 你就要用戰友社的策略 就像我說的 比如說 你要以跌換跌 用殺下來的弱勢股 換殺下來的強勢股 殺下來的像比如說捷利 殺下來的強勢股 明明業績好的不得了 還差點跌停板 在這邊買 輕鬆賺 幾乎快賺一根漲停板 所以 現在是一個換股最好的機會 重點是你要去把握它 那 等到行情的震盪告一段落 市長恢復理性 我跟你講會漲的還是那一些 接單最強的 最缺的 漲價的 那 第一季的財報數字 可能是 漂亮的 無以附加的這種股票 它還是會最標 就比如說漢遜 漢遜 那今天 還是強勢掌明板 所以其實鄭老師在 元月份 在人家台電 他上次某都還沒跟你講 挖礦訂單做不完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你講 挖礦訂單已經做不完 所以 事實證明就是說 一個月之後 證明鄭老師還是領先這個市場 那我還沒有買回來 因為要過年 所以我們並不急著去買 現在在絕對高檔股票 倒是有很多在低檔股票可以買 比如說 被動人件 我認為過完年之後 是一個非常大熱門的主流股 比如說國際 這一波從397.5 殺到317 殺的真的很兇 跌了大概80塊錢 那元月份漲價兩次 所以漲價原本應該要漲 結果遇到股災 反而跌下來跌了80塊錢 這個真的是殺的非常離譜 那元月份人數也創新高 而且全年EPS 外資來估算的話 大概平均看 大概35塊到38塊錢 也就是說 今年可以賺 大概超過三個股本 接近四個股本 如果後面再漲的話 就有可能賺到四個股本 那以賺這麼多的公司 就是遠高於同樣是漲價題材的環球晶圓 目前今年大概樂觀一點 大概賺20塊錢兩個股本 所以賺兩個股本的環球晶圓 前兩天還一度漲平板 那後來殺下來 今天再稍微繞尾吧 還有400塊錢 結果賺快要接近一倍的國具 然後目前價位收盤價是330元 大概差了超過70塊錢 所以同樣的就是我說的 漲價的最標 漲價的不但沒標 還被美股代曬 那為什麼點這樣子 其實是有道理的 因為之前投信也買很多 外資也買很多 所以當市場在震動的過程 他們要提款 就把這些持股比較高的 流動性比較大的拿來做提款 所以先提出來之後 等過完年之後 如果市場恢復平靜 他們會回頭要買什麼 我跟你講還是買這些標的 因為基本面最強的 其實國具就是最強的 所以還是一樣比較的概念 就是說賺的比環球經驗還多 同樣缺貨漲價 而且缺的可能更兇 那國具 股價落後環球經驗超過70塊錢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這種股票 其實拉下的過程 它就是一個你的轉機 你可以把你的弱勢的股票 如果你真的不會選 你要買國具 我相信買在這個位置 鄭老師不會害你虧太多錢 就算大盤再不好 短線套可能有限 但當大盤穩定了 你要記得會超跌 未來也會超漲 就是現在這個行情的架構 到時候超漲的過程 這些資金會買什麼 還是買這些標的 所以國具到時候 我認為買在這邊其實 你不會吃虧啦 我不會吃虧 再來光潔 禮拜三買 收盤長替 禮拜四 創高 拉回 我說後勢比有大行情 今天大盤又大跌 開低 震盪翻紅 尾盤稍微壓低 低檔強力買盤 元月漲價15% 元月分明說月增三成 創高的幅度是 說背頭影響第一名 方法科技入主已經一年半了 所以股價基本上前面都沒有表現 所以趁著這一次晶片電阻 形勢大好 形勢大好 缺貨大漲 所以你說入主了一年多 無非為了賺錢 有誰撒到買公司買股票 不是為了賺錢 經營公司無非最後要賺錢 所以趁著這一次 大漲營收大好 我認為股價將會大有可聞 所以光潔的部分 可以在大盤 昨天還沒什麼表現的過程領先過高 那這種股票未來勢必大有可聞 再來被動元件 我還是強調過年 它會是主流 9號 禮拜二跌停板 禮拜三反彈 漲價力多還沒有真的反應 禮拜四稍微壓回 結果今天大盤不好又開低 尾盤拉上來還是小跌 漲價力多未來終究要發酵 因為元月漲價了15% 那股價整理了超過一個月 超過一個月 陶瓷基板大缺 所以價格大漲 而且未來我認為還會再漲 所以日本的陶瓷基板大漲 馬魯瓦 上週股災之前 才創下歷史的新高價 遇到股災美股也跌得很兇 所以也是拉回了大概10來% 但是我認為真正基本面 就是強勢的股票 未來要創新高的還是這些公司 所以包含日常跟台灣9號 我認為後來都會非常非常強 所以過完年之後 大概被農業界的股票 都會是非常強力的主流股 那除了這些之外 比如說MOSFIT 以及我們正在佈局一檔超級標股 那這些股票都是封關前 可能低檔有限 這兩天殺下來 出現了非常好的買點 那封關結束開放盤之後呢 我認為這些股票都會大標特標 所以元月份 我們賺最多的市場第一名的股票 就是漢遜 即便是到今天都還亮燈漲停板 大盤跌300點都還亮燈漲停板 漢遜這一波我們賺了91塊 從這一根到這邊 賺了91塊賺108% 所以元月份賺漢遜 二月份要賺漲價題材 缺貨題材 跟這一檔 全新的超級標股 全業超級標股 那二月份 我認為它的空間 會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都是先預告在前面 在元月份 元月初 市場都沒有人跟你談顯示卡 缺貨的時候 就先跟你講 挖礦訂單做都做不完 結果那個時候 漢遜的價位在這邊 80 90 890 結果到月中公布營收 衝上去之後 那這一邊台積電 法說張宗謀才跟你說 挖礦訂單 真的做不完 結果最後再從 120 130 衝到194 所以這一邊 所以新聞是講在這個位置 那這一邊 最高的位置 我記得那幾天 新聞媒體 分析師 解盤 盤通解盤 每個人都在跟你講顯卡 有多缺多缺 那我們已經在高檔獲利出清了 所以我們是領先預告 買在第一檔 市場一頭熱的時候 賣在絕對高檔 賺了一倍上來 所以同樣的 現在我要帶大家布局的是 2月到3月份 將會大好大標的 下一輪的全新標股 那這一檔超級標股 4XXX 廣告回來 再跟大家做 比較詳細的說明 等等回來 再聊新的股票 全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3.0 9.0 5.0 5.5 9.0 6.0 6.0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台股剩下下礼拜最后一个交易日 就准备要封关 所以现在在跟大家谈 未来的行情 未来的布局 未来的规划 都是锁定在 可以报股过年 并且在过完年之后 我认为都会有非常大一波的行情 的全新的一个选股的方向 我想就跟当初在市场 都没有人看到 显示卡真的大缺的时候 那只有郑老师 在八十几块钱起涨的时候 就带着所有的人去买汉讯 全力的重压 并且告诉你 这个挖矿电单做不完 就一路出在 大家一头热的时候 出在175少赚了一点点 今天涨停板178也差不多 大赚了一倍 那过完年之后呢 想再买汉讯的 我想你听我指定 那我会找一个 最合适的切入点 一进去就要赚钱 那要买汉讯的 听郑老师的指定 那再来 二月份 我认为 很多标的 它的空间会比 现在你去买 大概180块的汉讯 它的空间 或许更大 而且更为安全操作起来 会更安心的标的 我认为很多 所以要进入 一轮一轮新的布局 所以强势股 就赚完一档 再赚下一档 而不是说 那一档股票 就是一直要 去做同一档 没有必要 强势股一档接一档 那比如说捷利 那找完3277 结果又拉到86 所以一拉起来 拉到超过9块钱 第一档强力的买盘 那真的非常强 有元月份零收1.25亿 创了新高 而且月增52% 所以根本没有道理 要跌下来 是因为大盘真的很差 第三季毛利率32% 远胜大宗18% 三月份会推出 整合型的电源管理IC 跟MOSFIT 一个整合型的IC 那这个单价高 利润也高 所以将会推升 毛利率上看4成到5成 所以比价大宗 这个看法我都没有改变 这也是过完年之后 我认为MOSFIT里面的 强势股 这种强势股 好 那再来 趁着大盘打下来 我们开始强力布局 最新的超级标股 4XXX 给大家的案是4XXX 同时兼具工业4.0 跟自动化的商机订单 跟车用牛舰的订单 这两个动能都非常非常强 元月份同时发酵 所以元月份领收月增两成 创了历史的新高 所以在元月份领收 可以创高的股票 基本上都是 最强势的业绩审商股 好 东京持股五成 从而又非常的集中 那股价应该大涨 最近却因为美股的因素 所以反而大跌 所以就应该上去反而下来 所以那空间就大得不得了 那之前的高点 离现在的股价 还有大概25%到三成的空间 所以我认为这档股票 不只要突破前高 而且还要在大涨储身段 也就是隐含 在过完年这段时间 过完年开红盘之后 那这样的标的 就像郑老师所说的 一档股票 如果说可以赚三成 那超盘先把第一个手则 三四三成的获利 就可以赚一倍 赚一倍 所以这样的股票呢 超级标股四叉叉叉 那来电锁定 今日来电 我们就可以锁定 过完年的三成的获利 三成获利 所以如果说你元月份 你真的很不幸的 你没有跟到郑老师操作汉俊 或者你有买到 你只赚了一点点就跑掉了 那最新的超级标股 过完年之后 我们要锁定三成获利 今日来电 那我就带你在过年前 先把它布局起来 过年一起来完成 下一个三成获利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